中文和英文名字 她是Hillary 她一放假就會和朋友去行山 可能因為中文和英文名中都有個山的關係 她對山有情意結 她喜歡自己的名字 她喜歡山 她很清楚行山前要做好適當準備 按自己能力 選擇合適的路線 做好資料搜集 計劃好要穿什麼衣服 戴什麼裝備 準備多少涼水 嗯…這次不戴這些 因為Hillary沒有打算露營 根據郊野公園級特別地區規例 除了在指定小口地點或指定露營地點內 否則任何人不得在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內生貨或露營 Hillary還很喜歡音樂 特別是Soundtrack 她覺得如果現實生活都可以配上適合的配樂 整件事會很美好 所以她會為日常生活準備不同的playlist 相反 如果放錯playlist播錯歌的話 所以在行山的時候 她會用兒童聽歌 以免影響其他山林使用者 還有附近的居民 出發之前 她還會跟家人或朋友交代行山路線 丁時報平安 她是阿文 是Hillary的好朋友 阿文很喜歡拍照 不過她有個稱號 是電器終結者 自從離奇壞了九部相機之後 她聽Hillary說 決定將自己變成一部人肉相機 Hillary跟阿文說 要生野無痕 設計一草不拔 保持郊野原有的風貌 她學會了 漂亮的東西 喜歡的東西 不一定要擁有 用眼欣賞 記低就好 是啊 有時為了拍到好的角度 是要花點心思 但最重要不要為了拍照 或因為好奇而偏離山徑 一來安全要緊 二來 要避免對山林中的動植物 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行山最重要量力而為 需要休息的時候 記得要休息 提回大家 休息都要選對地方 以免造成山路濟實 快點快 Hillary和阿文 來到今天的目的地 二東山爛頭營吧 這裡的整個屋 有著悠久的歷史 而且還是私人地方來 很需要大家一同去珍惜和愛護 其實 除了自然環境 我們交遊的時候 沿路有不少的公共設施或民居 我們要顧及其他的山林使用者 和居民 謹慎使用設施 也不要亂闖私人地方 嘩 大東山的日落真是世界級 在這個時候 阿文也發現了 今天以來 他覺得最美的景色 他決定要拍下它 原來是Hillary 她記得Hillary說過 山野無恆 而其中一樣要做的 就是把垃圾帶走 好漂亮啊 是啊 我們的郊野公園真是好漂亮 越來越多人喜歡行山 那面對郊外的生態環境 增加不少壓力 我們一起做好本分 以減少對大自然的負面影響 令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到 大自然的美好 小信仰 MING MING Skin Church